都是呀 三 二 一 请看 真是的 怎么丢得满地都是 在妈妈买完东西回家之前 要统统给我收好哦 我一个人收门 这还用说吗 乱成这样 外面也太壮观了吧 现在应该不是在探的时候吧 不过你来得刚刚好 小心 妈妈说要帮你的忙哦 那就拜托你咯 真是伤脑筋啊 来吧小新 爸爸也来帮你 我们一起来收拾玩具吧 可是 收好的还是会拿出来玩 这样子不是很好吗 说的也是 啊 你不要说歪理了啦 这下子该怎么办呢 强迫你也不太好 啊 对了 来吧 把那边的玩具抓起来看看 很好 接着把玩具放进那个箱子里 哎呦 本来是想假装假娃娃机的 可是突然觉得 好像比较像太空探测机 太空探测机 所谓的太空探测机 就是在太空中航行 收集各种东西 然后带回地球来研究的 好的 演员探员 从现在开始 我们要变成跟太空探测机一样 执行回收太空中所有玩具的任务 看我的吧 演员鼓掌 这种时候应该叫我队长才对 好了 我们来弄得更像太空一点吧 演员队长 请问这是什么 这个啊 像这样有我抓着绳子 演员队长 我飞起来了 现在更像太空了吧 不是海鹅 你不要走得那么厉害了 你还蛮重的耶 小心 好像长大了不少哦 来吧 演员队员 开始进行玩具的回收任务 那先说刚打母机器人 知道了 再来再来 停 好 我慢慢地放你下去 你要小心pick up哦 那要准备饭团 还有三明治对不对 哎呦那个是pick nick啦 pick up是叫你捡起来 哦 举的刚打母只剩30公分 二十公分 四十公分 五十公分 哦 哎 越来越多了 等着吧 刚打母 哦 pick up完成了 嗯 好 接下来 我们要直接前往宇宙太空站了 哦 好 宇宙太空站的玩具箱到了 把钢打母放进这个里面吧 呜 啥 拜拜 的刚打母 啊 第一次的任务 顺利完成了 这对于演员家来说 虽然只是一小步而已 可是对于小心来说 却是一大步啊 哦 不过演员队员 我们的太空之旅 现在才刚要开始而已 伤脑筋 到底是谁把我的太空弄得这么乱 就是你啊 有没有什么更像在太空中 而且还可以快速回收玩具的方法呢 之前的电视上看过啊 太空探测机 会把金属块丢在外星球的地面 然后收集 因为这样的撞击而漂浮起来的东西 隐私之间撞击 太空真的还危险呢 要在无重力状态的时候 才能做这种事了 这个是 任务战士阻断 离开前去救助小魁 是 随便 发现太空碎片 太空碎片 漂浮在太空中的垃圾 被称为太空碎片 好了 零件更换完毕 咱就可以放心了吧 不对 还没有 接下来要把这个 拿去黑洞丢掉才可以 拿去黑洞 好 趁这个黑洞还开启的时候 快点把它丢进去吧 这下子太空危机解除了 那是我的 野员队员 已经没有时间了 一口气把玩具全部回收吧 是 随便 这是最后一个了 好了 野员队员 快点冒玩具 高度不高 好 要提升高度了 探测机广致 马上点人喷射引擎 成功了 各位 拜拜了 说完了 动感超人队员 原来你在这里 野员队长 动感超人队员 一个人被留在那里了 快点把它揪出来 在桌子底下 从上面垂降也到不了啊 野员队长 难道你要丢下动感超人队员 不管吗 太夸张了吧 动感超人队员 是一只跟我们共患难的好伙伴 什么共患难 只是一起玩而已吧 请你看看他 自己一个人在那么暗的地方 好可怜啊 那是因为 你们要好好地收玩具 你等我 动感超人队员 就算队长阻止我 我也会去救你 拉绳子的人可是我啊 知道了 知道了 好吧 开始了 小心 不过我的天地已经快要不行了 所以机会就只有一次而已 是 准备 好 前进吧 好 准备着陆 慢慢来啊 要小心一点 快点过来啊 动感超人队员 怎么样 就到了吗 快到了 糟糕了 绳子快不够长了 早一点点 加油啊 敌人队员 快点把手伸过来 动感超人队员 成功了 他叫了啊 动感超人队员 很好 任务顺利完成了 我们大家一起返回地球吧 我们大家一起返回地球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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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做什么 业员队员 啊 啊 我回来了 啊 啊 这是什么 怎么会这样 啊 啊 谣言动感超人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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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团呈 。 感谢观看